這一次發生的誓言案是非常不當 也是違法 雖然長期激喜並非 蔡總統這個時候才發生 但蔡總統一發現就立刻戒除弊端 蔡總統在第一時間下重手 不但撤換國安局長 調理侍衛長 這是前所謂建的嚴厲處分 新任的國安局長 一向以治軍嚴謹出名的邱局長 總統也交代 在一定時間內要做出調查報告 也停止以後出國專訪行程 團員也不得再有任何優待 那案件已經進入司法 我們尊重司法查辦 包括華航等 一定要查清楚 這是怎麼發生 到底有多少人涉案 一定要戒除相關違法的行為 給國人交代 前瞻預算過去 在審查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丟水球撒麵魂 現在侯市長口口聲聲拜託 就要爭取 就知道當時黨前瞻預算 是多麼的不合地方民眾的要求 停車場對新北很重要 因為新北人口最多 車輛最多 最需要停車場 停車場的預算 每一個縣市都來要 那這個是競爭新的預算 侯市長一直都公開講 做市長就要專心市政 這是對於選民的承諾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應該要好好加強 好好給他拍手 我希望建設中央地方一條心 包括藍綠一起努力 要有效率 就會讓地方有武器 繼續衝 繼續拚 國家繼續向前進